中央原住民立委出缺的话 不管是弹选无销或什么 我是希望能不能用补选的方式产生 立法委员孔文吉 4月18号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提案修正原住民立委只要出缺 就应当补选而非逮捕 但民进党立委 Gulas Yudaga则持不同意见 认为应该进行逮捕 他指出山地原住民若要补选 还得另外花费七千万元经费 提出为会选的人重办补选 相当不合理 为会选的人来花纳税人的钱 重办补选 这是不是合理的呢 那如果纯粹就财务的实意来讲 当然是比较划不来 但这项说法被立委高金素媒反呛 拿到七千万就可以剥夺 原住民主参政权 原住民的补选居然又用一般的概念 就是浪费太多的钱 四千万七千万就可以来剥夺原住民的参政权吗 立委 Gulas Yudaga进一步说明 依照现行地方制度法 复苏选区一旦有人当选无效 必须逮捕处理 但高金素媒则回应 原住民立委是中央层级 事一宪法规定处理 不是地方制度法 在复述选区按照现行的公职人员选办法 一旦有人当选无效 因为会选必须辞职 他必须要逮捕 对吧 这是整个地方制度法的设计里面 做这样的设计 如果原民的委员是因为当选无效定验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现行的制度来进行逮捕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醒一下 自己身为Glas的原住民的立委 中央选举不是地方选举 因为上面非常清楚的讲 县市议员的逮捕 所以如果Glas委员或者是顾立选委员 你们要把中央的立委的选举 把自己降低为地方的选举的话 那么我想身为一个中央的民意代表 我们在这边觉得其其不可为 原住民立委出缺 到底要递捕还是补选 立委各有不同说法 而立委孔文吉要求中选会拿出破例 六个月内召集内政部 原民会跟专家学者及部落居民 北中南东召开五场公听会 针对原住民所有选制 讨论出一个共识 让民意参与决定 记者 立法院采访报导